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7月15日报道 乌克兰语言监察员塔拉斯·克雷明指责该国总统弗拉基米尔·泽连斯基和几名乌克兰官员违法了国家语言法 乌克兰国家网援引克雷明的报告说 泽连斯基在会见外国媒体和组织的代表及英国商人理查德·布兰森 美国导演西恩潘石使用了英语 报告指出总统和其他政府代表在讲话中使用了非本国语言 报道称除了泽连斯基之外 这位监察员还对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阿列克谢·阿列斯托维奇和内务部长顾问安东·格拉先科做出了类似指责 据报道2019年乌克兰通过国家语言法 根据该法律举行所有文化活动时应只使用乌克兰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